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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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欢迎来到《球期珠鱼》的频道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 豬油渣 炒番薯叶 很多人都说豬油渣不健康 也都见到很多专家在网上说 豬油是没问题的 不论如何也好 大家不要过量 任何食物也好 適量 每天都吃 我先把豬油洗乾淨 這麽大盒都是$20 要切細快一點 大約大塊就差不多了 因為炸完後會縮水 要飛一飛水 讓豬油乾淨一點 然後才炸豬油 為什麽有些人煮出來的豬油很清潔 有些人煮出來的豬油很混濁 就是欠了飛水這個步驟 我們飛完水 沖乾淨才炸豬油 豬油就會很清潔 豬油轉色後 我們就可以關火撈起 然後把它沖乾淨 然後倒進去晾乾水 我們開中火 把豬油洗乾淨 倒進鍋裡 加入一碗水 水份慢慢揮發乾後 就會慢慢開始出現豬油 這時候就可以不用理會 我們趁豬油在炸的時候 就先把番薯葉浸去 最後兩吋比較粗糙 我們就不要 我們準備幾粒蒜頭和蔥頭 把它拍裂 我們等豬油炸好就可以開始炒菜了 大家看到現在越來越多豬油滲出來 我們間中攪動就可以了 但是要有一點耐性 千萬不要心急開大火 你看到剛才我們切到很大塊的豬油 已經收縮了越來越小塊了 所以我建議大家不要切得太小塊 要不然它縮了水之後就太小塊了 沒有咬口了 我們炸到豬油收縮了 變得很輕就可以撈起它了 我們先關火 然後我們先把豬油過濾 先把豬油過濾 我們不用洗鍋了 直接可以炒菜了 剩下一點豬油在鍋裡就對了 我們要加一點豬油渣 多少隨意的 視乎你喜歡吃多少豬油渣 加上蔥頭和蒜頭 蒜頭和蔥頭轉成金黃色 之後我們加入番薯葉 再拌勻 加入1茶匙糖 3分1茶匙鹽 1湯匙蠔油 再拌勻 再拌勻 加入少許生粉水 再拌勻 可以上碟了 今天的豬油渣炒番薯葉就完成了 希望你們會喜歡 多謝大家收看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頻道 希望可以訂閱和按通知鈴鐺 才不會錯過影片更新 多謝大家